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素人谈一经系列影片 在这第七讲,我将要为大家介绍乾坤两卦和一经的詹诗 首先我们来看一经的乾卦 乾卦是一经的第一卦 细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烟 天指的就是乾卦,而地指的就是坤卦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经第一卦,乾卦的经文 首先给大家介绍经文的结构 之后才解释它们的意义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乾字,就是指卦名 接着,乾下乾上,指的是组成这个重卦的两个八经卦 也就指出了这个重卦的卦形 接着大家看到的是原恒立真 这就是卦词 卦词是断一卦的吉凶 在第一讲的时候说过,复兮化八卦 周文王推演成六十四卦,并做卦词 周文王姓纪明昌 圣明狼藉的湘周王 把八十二岁的周文王 关在游里城的监狱里 周文王在被囚禁的漫禅岁月里 研究八卦而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做卦词 接着下来,大家看到的便是瑶词 每一个瑶一条瑶词,共有六条瑶词 瑶词意识一个瑶的含义 据说瑶词是由周文王的第四指,周公纪旦所作 大家还记得第四讲介绍的瑶卫吗? 毕竟瑶味是以初,二,三,四,五和上 来表示一瑶到六瑶 而以六和九来表示阴阳 六表示阴阳,九表示阳阳 以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和上九 表示一瑶到六瑶的阳阳 以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 和上六表示一瑶到六瑶的阴瑶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各瑶味代表的意义 瑶味表明事物的生长变化规律 往往体现着从低级向高级的剑刺进展 一瑶是事物发端门牙 二瑶是展露头角 主于适当进取 三瑶是事物工业小城 主于盛行防凶 四瑶是事物新进高层 主于警惕审时 五瑶是事物圆满成功 主于处胜借淫 上位是相争事物发展到中进 主于穷极必反 现在大家看到上九之后 还有一条瑶词 这条瑶词就叫做用九 这是前卦一条额外的瑶词 昆卦也有一条额外的瑶词 其余的六十二卦 都只有六条瑶词 昆卦的额外瑶词叫做用六 我将在教后的时候 解释用九和用六的意义 好了 介绍过《易经经文》的结构之后 那我们来看看 它们有什么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挂词 严恒利争 历代一些家 对严恒利争的注解 有颇多的意义 也有用严恒利争的试德说 原始亨通和谐有利 真正兼顾四个德性 近代多不认同四德说 而认为原恒利争 各为一主词 原者使也 亨者畅通也 所以原恒 就是一开始就畅通的意思 利争者利亦争 能坚持守正 这有利也的意思 意义事物开始很顺利 但必须坚持努力 才能有好的结果 接着我们来看各个谣词 初九阳谣 是浅龙物用 樊逆成白话文就是 巨龙潜伏在水中 占不施展才用 第一阳谣事物的发端 位碑立威 属时机尚未成熟 占行潜尝 养精蓄锐 等待形式许可 九二阳谣事 在这里这两个建制 读现 出现的现 白话文是 巨龙出现在田间 立娱出现大人 九二阳刚见真 头脚出路 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虽然距离最后成功善言 但居中不偏 以具备成功的数字 固有大人之意 大人在先秦古迹中 往往是指有道德 而又在高位的人 下面所指的居中 指的是二阳 是内卦的中位 同时二阳也在内卦的 天地人三才能人位 能至终有德 故称大人 荣是古代人民心目中 最崇拜的图腾 荣于适当的时机出现 必能受到人们的瞻扬 九三阳谣事 君子终日前前 习涕落 力无揪 白话文是 君子终日至强不息 日月仍然警惕圣行 如此 面临危险 也能免遭救害 阳瑶得位 但失踪 所以虽然事物工业小成 但处境仍然是不安稳的 所以要圣行防凶 这一瑶是钱挂中 唯一瑶池不用龙 而用君子的 这是灵活应用各种象征物 表示特定的象征意义 荣为阳刚之物 君子为建墙之人 从象征角度看 两者都亦亦于刚强不息的气质 九四阳瑶事 或月再淹 无咎 或者藤月上境 或者退除再淹 必无咎害 四阳和三阳一样是属于艰难的地位 三 虽处于下挂之上 但未深至上挂 四 虽已进入上挂 却又居于上挂之下 这样的位置 若处之不妥 四下受敌 上招压 所以仍然必须借慎恐惧 省时度势 当静则静 事不可静 这暂止以待时 这样便可获得无咎的结果 九五阳瑶事 飞龙在天 立宪大人 巨龙高飞上天 立宜出宪大人 龙在天空飞舞 处于最佳境界 九五之中之阵 居君位 故称大人 经过三瑶四瑶 借慎恐惧 省时度时 事时俊取 终于严满成功 上九阳瑶事 抗龙有悔 巨龙高飞穷尽 终将有所悔恨 这是朴素的物极必凡的哲理 抗龙高飞穷极 势必遭受挫折 这里的悔 也有假借悔 即是昏暗之意 光明之后 必将转为昏暗 让九陷秦郎无首 吉 出现了一群巨龙 都不与首领自居 吉祥 不仅在家时 脱脱 离 归 炸 做